明星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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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乘搭乘巴 旗塵拜線 前往香港國際機場 和香港專武大條香港口岸 請小深看管理的財務 速旅途愉快 今天進來機場搞什麼飛機呢 今天主要進來是看機場三寶 這三寶就是 博覽館站 K11死牆 和最近很流行的 九龍城寨展覽 是的 我們今天進來看看這三寶 究竟這三寶應該一集過 還是分開三條片 出著數一點呢 第一寶我們要拍的是 博覽館站 可能是全香港 最沒有存在感的 港鐵站 哈哈 我們現在進入 這個機場快線的月台 是的 機場快線大家 可能都搭得很多 即是每次去完旅程回來 都搭機鐵 出回市區 是不是 但是原來 這場快線呢 是有一個站 我想大家真的很少去 現在看到 很多遊客排隊 都是 出市區的 這個出市區的月台 大家就不會陌生 應該都經常搭的 是不是 很多人 排隊的月台 就出市區了 但是原來呢 這個站呢 是有另一個月台的 另一個月台呢 就是去這個博覽館車 對了 剛才我們市區那裡 就是五樓了 另一邊去博覽館 就要上一層 六樓的月台 我們來看一下 哇 六樓月台呀 嘩 這個月台 很清幽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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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分鐘後呢 就有架車去博覽館站了 嘩 博覽館站啊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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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線方面 嘩 嘩 這條就是 這條就是 機鐵線啦 大家都不會陌生啦 由香港站開始 九龍青衣機場 嘩 原來後面還有一個 很孤獨的博覽館站 港鐵的精品站啊 港鐵的精品站啊 是否買到東西呢 應該是買到東西的 嘩 嘩 嘩 有叔叔在收錢的 嘩 港鐵的精品 港鐵的精品啊 嘩 又看看有什麼 嘩 嘩 公仔 可愛的公仔 玩具 模型 嘩 嘩 這個站的走線呢 是相當之有問題的 博覽館站呢 就屬於 機鐵線的最尾一個站啦 換言之 你要來這個站 就一定要 是坐機鐵線的啦 是不是 我當你在市區 入來機場 大家都知道 這條機鐵線不便宜的啦 以青衣為例 青衣坐去機場站 就六十幾元的 那如果你青衣坐去博覽館站呢 都是六十幾元的 機場去博覽館這段呢 就只需要五個半而已 但是我去博覽館和去機場 可以是兩個目的來的 機場就說去搭飛機而已 博覽館站 我可能是去看展覽 或者是看演唱會的嘛 那為什麼我市區進來的話 就要收六十幾 甚至乎香港站 好像是收成一塊水的 對了 一塊水進來博覽館站 我在機場去博覽館站 五元 就是說 如果我由市區 想去博覽館站 看演唱會的話 我是要處理機場的費用 這是什麼邏輯啊 為什麼博覽館站 不可以是連東沖線 而是要連機場快線呢 現在呢 就有一輛 機場快線的列車 就停下了 究竟我上不上車好呢 我想去博覽館站 下一輛列車多久呢 好 剛剛就走那輛車了 就發現了 其實他班次都OK密的 博覽館站下一輛車 六分鐘都在等 OK 接受到 講到時間 就看看服務時間了 往市區就是這個時間 你輛車是 晚上12點多 好 博覽館站呢 嘩 博覽館站呢 博覽館站呢 這個合理的 有時候看完演唱會都很晚 對不對 他尾班車是 比 他尾班車是很晚的 1點多 是 這邊就是你機場下機的位置 領回來這邊就是 機鐵線的六樓月台 通往六樓月台橋 通往六樓月台橋 很特別的地方就是 在這個六樓月台 是沒有任何入閘的 嘩 我初時來就心想 咦 不用錢的嗎 不用八達通 我想問一下 我在國覽館出來 這裡沒得出閘 那是計算多少錢 五個半 五個半 那我沒有出閘 他怎麼知道 扣了 一拍卡就已經扣了五個半 原來職員 剛才解釋了 在國覽館站 一上車就扣五個半 嘩 這麼快便可以上車了 我們 上來看看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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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 還有這種設計的門 看看 要用力才能拉開 嘩 可能我這樣開 是 這就是 機場快線的車廂 這車廂設計 會不會是剛好 駛停車廂設計 配波浪館站 其實在駛停車廂跳 就多數千人 再有數千人 散音平 離開 不可以 多數千人 เด se et 升降量 快點 很好 只有一個人 是很舒服 看完演唱會不是坐這些車走 車廂的乘載量不太高 好了,開始了 哇,燈光 這邊兩點 下雨站,博覽館站 Next Station Asia World Expo 親切的廣播 行李架 大家以後就記住 對了,由機場去博覽館站只需要五個多 應該就是想坐這輛列車的最便宜方案 五個多就可以坐到這麼漂亮的椅子 不過大前提,你要記得下車 博覽館站 Time Lapse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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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站的感覺是有點像奧運站 又是藍色的牆 好像也是差不多的空間 如果演唱會散場幾千人搭車的時候 這個月台是否也能承受到呢 對呀,沒有它坐月台 它真的寫要往市區 六分鐘才有車 博覽館站 千萬不要坐到出市區 否則 這輛列車是六十多至一百元 這輛列車 幸好有很多椅子讓你坐 不過如果你說幾千人和士丹湧到這個站 真的不知道能否符合得到 我想現在這個站 主要是讓一些在這裡工作的人 下班走 來到這個站 絕對是變成一輛工作車 月台上來這裡 風光明媚 嘩! 好可愛喔 嘩! 嘩! 就是這樣 嘩! 看看風景先 嘩! 真的好像恩奧 這個站 我們來看看博覽館站 地圖 這個小小的站 究竟有多少個出口呢 這裡是機場站 上面這個才是博覽館站 嘩! 嘩! 結構相當之簡單 頭尾 頭尾 兩個出口 A 和B A出口是去這些地方的 天制萬豪酒店 對了 主要就是去展覽館 酒店那些 B出口就是博覽館西大堂 對 11Sky 11Sky 我們稍後就去看看 這個是K11的新場 Runway Runway 11是什麼 走到站的其中一邊盡頭 A出口 嘩! 終於發現了閘機 原來是這裡才付錢 這個是博覽館東大堂 嘩! 這裡可以恆身按機 都算不錯 嘩! 看到對面是屯門? 龍鼓灘? 嘩! 嘩!這裡 拍一下吧! 這裡挺漂亮的 車見過了 我們現在在B出口出閘了 對了 五個半 博覽館站就是搭到這裡 才是收錢的 我們現在B出口出去了 準備去這個 十一街進發 嘩! 陽光射過來 好正 有感覺有感覺 好了 博覽館站這一集 就看到這裡了 我們下一集就向這個 K11新商場進發 十一個天空 Eleven Skies 下一集再見 拜拜 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分享 讚好 訂閱留言 拜拜 MG